从明天开始 西马半岛六个州属的32个地点 将逐步启动5G宽频网络测试计划 共有八大通讯公司参与测试 大多使用中国的华为和中芯5G器材 通讯及多媒体委会放眼 明年下半年就能推出5G商用服务 我国踏入5G时代更靠近一步 这是因为从明天开始 八大通讯公司参与的5G宽频网络测试计划 即将逐步展开 这些地点分别落在了半岛六个州属的32个地点 半年的测试期一直到明年4月 这些测试计划是为了日后全国5G网络做好准备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透露 测试计划涵盖九大领域 包括农业 健康 教育 智能城市以及旅游业 这些测试计划耗资1亿1600万令吉 都是由参与的八大通讯公司自掏腰包 这八间通讯公司有些专私特定领域 但也有在另一些领域携手测试 当中包括智能城市 医疗 教育 以及虚拟实际技术 VR 值得一提的是 在涉及55个政府和各领域的使用个案中 几打佛罗交仪会是重点地区 一个小岛屿就拥有6个测试领域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主席阿依莎解释 这是因为佛罗交仪靠近泰国 容易接收到邻国的信号 因此成为测试宽屏 接收精准度的最佳平台 我们的目标是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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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我们的目标是要求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要求我们的年轻人 是完全够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将来到邻国的公司 第二个目标是要求在邻国的公司 我们的目标是要求我们的合作 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求 能够到邻国的公司 让邻国的公司来到邻国的公司 委员会将在下个月宣布 5G工作小组的测试报告 以解决未来三年内部署5G所存在的挑战 八度空间张倩运赛程报导